你說他 他還會有背著你偷吃的那種技巧 你都不願意為這個家庭 為自己老婆孩子付出一點嗎 我肯定你這方面的能力是很好的 哎唷 太好了 當老子吃大爺 我婚前當大爺 婚後 婚後他大爺 沒人權 我很喜歡吃零食 然後婚前他也不再管 然後結婚之後呢 他就不讓我吃了 東西都把我收起來 然後他自己坐在我旁邊吃 我們一起追劇了 他自己吃 你知道他坐在旁邊 自己一個人在吃 我在旁邊看的 我什麼年紀 你什麼年紀 你們是幾歲 看得出來嗎 看不出來 我以為差二十六歲 對 你會說話 真的看不出來 真的連感覺 那表示我身體健康還算不錯 那偶爾讓我試一下要怎麼樣 那常常說 不好 你吃 你想讓我改價 那你就吃 也是啊 他這裡也是為你好 是不是 而且他是吃得很誇張那種 他很喜歡吃巧克力 我開始沒有反對 我去日本還可以帶了 一整手提行李箱的巧克力 整整一個手提行李箱 差不多快有十公斤 回來之後 一個多月 全部吃完了 他真的太恐怖了 而且手提行李箱那麼小 你血糖還OK吧 沒有超標很多好不好 而且他還是會那個 你說他 他還會有背著你偷吃的那種技巧 就有一次 我們一起出門 然後他在寄鞋帶 我想說怎麼寄這麼慢 那我先去按電梯好了 我就轉了彎去聽聽按電梯 電梯都來了 他還沒有來 我就轉回去一看 把他蹲在那邊 然後瘋狂到我嘴裡塞東西 他生活過得多可憐吧 可憐了 還要偷吃 不是啊 那一陣子他真的是 巧克力全部給我收起來 都不讓我吃 我每天一定要吃點巧克力 我覺得心情才會愉快 而且上涼不正下涼歪 就爸爸在吃巧克力 那小朋友那時候很小 他乳牙又很容易 你知道嗎 被蛀 然後也要塞給兒子吃 他覺得好像拉一個 我沒有塞是不是 是他用那種無辜的眼神 渴望眼神看著我 好像說給我一點吧那種 都爸爸吃的 他看到我兒子嘴巴在動 他說你吃什麼 我跟爸爸說 我不要吃 他就硬塞給我 我們兩個一起被罵 真的沒有人權 就是我婚前用錢 比較不會有節制 就是我喜歡什麼我就會去買 那平常也沒有記帳的習慣 反正就是花到完再去取錢 他也不會管你 婚前的時候他還在大陸 而且這個不能管 因為管到最後 你不知道你存這個錢 最後是不是落在你手裡了 也許是給別人存的 你知道嗎 走得好遠 對 當然啦 可以有計畫的耶 對 我辛苦了那麼久 到時候再你知道 給別人做了假衣 而且他婚前 他也願意會買一些禮物 做一些浪漫的事在你身上 你也覺得OK嘛 對不對 因為那錢不是你的嘛 對啊... 婚前就是做什麼都浪漫 那婚後呢 婚後的話 每個月利用錢不到五千 哪有那麼慘 比喻 還有比喻 也是差不多 還有利用錢可以拿 是嗎 是嗎 我跟你講 我現在... 聽說在旁邊 笨笨不平 先聽我講 上面上五千塊 好像看起來很多 我跟你講 然後我們出去吃飯吧 吃完了 老公付錢 我說 這不是我能用錢嗎 然後我就付錢 然後出去逛街 幫我兒子買什麼 他買衣服 老公付錢 不是我用這五千塊來付 反正隔沒兩天 我說老婆我沒錢了 我前兩天不是給你五千塊 你用錢 用去哪兒啊 我就... 你是不是失憶 你什麼都叫我付錢 那個林用錢 名義上是不是應該 是用在我身上 他給我 然後從那邊再挖回去 你都不願意為這個家庭 為自己老婆孩子付出一點嗎 你知道林用錢 他只有一點 你要把他那一點付出去一點 他就沒點了 五千塊 你看Segino 就多麼羨慕 五千塊何止一點的 他連決定要買什麼車 都沒學全力 所以他有什麼好抱怨的 不是 你不能把他的禮物錢 拿來當正債在用啊 Hero除了金錢上的控制之外 連肉體上也控制 等一下 要哭了嗎 有衛生紙 真的假的 還有肉體喔 好High喔 每天 每天都冰冰冰冰冰 你現在是抱怨還是炫耀 陽台啦 客廳啦 然後洗衣機 洗衣機前面 對 那怕龜就有啦 對 那是假的啦 那個時候是多麼的快樂啊 真的 你要想啊 那是婚前都沒有小孩 都沒有束縛之下啊 而且那算年輕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就在講婚前嘛 對不對 你突然變嫂的時候 哎唷 什麼 真的是婚後變嫂 比前女友還不如啦 前女友 就是左右互訪 對 她是我的初戀 現在就晚上跟她出招啊 相關 該睡了 不要啦 本來就應該睡覺 那是時間 不是啊 她就 不是 她有時候一兩點 人家在睡覺說挖人家 你會不會生氣 我三個月 才鬧你這麼一次 可以吧 好啦 我肯定你這方面的能力 是很好的 哎唷 好可憐 小小的要肯定 那是你知道這個 小龍 你那撥到龍頭啦 你們那撥虛貝 小龍在龍頭啊 你不知道我們在外面工作 因為我是護理師 我是居家護理師 我每天都在外面這樣 跑來跑去 那回來的時候 都已經筋疲力盡 真的 很想要休息 就很想要充電或躺著 你就躺著她充電嘛 對啊 我也需要充電吧 總不能就找不到插座啊 對 那感覺 找不到插座 好慘喔 你這樣找前女友就好啦 對啊 你知道在精神障礙的 有些機構啊 因為他們還是有這些的需求 你知道他們就是有一個 叫做守天使 守天使 對 專門幫他們 對 解決生理需求 可是這是補助部位的 但是呢 他們旁邊有一個小房間 你先聽我小房間 然後為了要解決這部分 他們會買一些的輔助用品 對 比如說 充氣娃娃 還有那個 飛機杯 對 飛機杯 因為我去跟他們去參訪的時候 發現我就這一塊 我老公好像有需要 所以我就想說 你把他當了一些病患 不是 所以我就跟他講說 我要不要買一個充氣娃娃 擰真 就仿真人的 一比一的 我說要不要買給你 他非常非常的生氣 他覺得說 我不要啦 他覺得他不需要 是喔 為什麼 好 因為太快了 不是 他大吵想說 你現成的救援 為什麼你不要用 對 我們還因為就是 因為他這個需求量太大了 我因為這樣要跟他大吵 我跟他說 拜託 我給你錢好不好 你可以出去外面找女人 都可以 對 你有這種老婆 真的是上輩子修來了 因為太累了 沈志豪 你不要開心 因為你五千塊還不夠出去 對 不夠來 我不會想 我刻意花那個錢 志豪忠孝不能兩全 我不能對他不忠 你的話 我們給誰上榜的呢 就是我們另一半是 射手桌 射手桌 好 你老婆 智希 他叫做 熱愛自由跟一起享受 為什麼 因為其實射手桌一直 他很重視自由度的感覺 再來他真的很討厭吵架 因為射手桌真的很怕麻煩 他也不喜歡人家對我囉嗦 這樣子 噼噼噶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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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噶 對 他就會覺得真的 怎麼樣 是嗎 是嗎 有嗎 有什麼利益嗎 會很受不了 什麼老師 天秤座就是很愛誰誰念 那怎麼辦 你看 他愛聽 什麼 愛聽你誰誰念 但是聽到就是你剛剛講的 他不喜歡吵架 真的每次到吵架就會 關起來了 他就會關起來 那我要問一件事 因為這件事情後續 我是不知道的 有一天我們要收工了 然後那天還滿晚了 然後他回家自己在說 我說怎麼了 他說我們家有客人 我說你們家有客人 他說我老公有找朋友來家裡 可是我好累喔 你好像喔 他回家有生氣 你們有長假嗎 沒有 沒有 他就是私底下都會這樣子抱怨 但他到家裡他永遠都是笑臉 然後結束之後還洗碗 因為那時候我剛搬新家 常常會邀朋友來家裡 然後會開火啊什麼的 碗盤杯子一大堆 那就是他都會去洗 他洗到後面就是洗到手 已經有點富貴手了 哇 你到底帶多少朋友回家 那段時間滿長的 那段流水 然後後來就有一天跟我講說 我都洗碗了 因為我手都富貴手了 有點脫皮 他是想要跟我說 可不可以有一台洗碗機 我就說我跟你講 我知道有一個 很厲害的乳液 好煩耶 就他也不會去跟我 真的去吵什麼 會不這樣 好貼心喔 很貼心 太低了 很貼心 太低了 我不會去庭 суд両 幸福 斯比慶 我們id 極 肥 achieve